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及基金案預算尋答 本次會議由衛生福利部林部長奏言列席說明並備詢 委員洪慈勇等24人提出質詢 均經衛生福利部林部長奏言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其答覆 決議依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公務預算及非營業基金案 說明及尋答結束 2. 委員針對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公務預算及非營業基金之提案 請於105年11月4日星期五中午前以書面送交本委員會 3. 委員徐貞未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書面答覆 4. 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委員令要求期限者 從其鎖定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上次的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本日會議成為第一邀請衛福部勞動部援助民族委員會 教育部內政部營建署就援助民族長期照顧整體規劃列席報告 並被質詢 邀請衛福部援助民族委員會就長期照顧2.0整體規劃事項 長照據點ABC事辦籌備進度與失能身心障礙者之服務 規劃列席報告並被質詢 第三審查本院委員陳寅等16人擬據老人福利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四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 醫師法第28條修正草案 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修正草案 醫事放射師法第34條修正草案 醫事檢驗師法第33條修正草案 心理師法第43條修正草案 呼吸治療師法第18條修正草案 住產人員法第36條修正草案等7案 那今天列席的官員不依介紹 請各位參佐這個列席名單 另外我補充介紹我們今天有特別邀請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日紅玉日教授 麻煩你站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對 歡迎他 因為今天他對這個原住民的這個 原住民組的長照有特別深入的研究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他來 請大家待會兒好好利用一下這個時間 因為日教授他只能待到11點 所以請前面質詢的委員 可以把握機會讓日教授多多上台發表一下意見 好 我就不用了 等一下 那我直接 好 我們接下來 本習就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的說明提案要紙 謝謝 民國九十三年臺灣原住民的平均餘命為68.14歲 全體國民的平均餘命為76.95歲 差距8.81歲 到了民國104年 臺灣原住民的平均餘命為71.86歲 全體國民的平均餘命為80.2歲 差距8.34歲 近十年來 原住民的平均餘命雖然呈現緩步上升的情況 但是全體國民的平均餘命相比較 差距不減反增 而有關老人年齡的認定 依照老人福利法第二條規定 全部都是65歲 但我們追溯91年依照 淨老福利生活津貼占行條例 制定施行的原住民淨老福利生活津貼占行條例 就已有將原住民老人年齡定為55歲的概念 延伸至今的國民年金法也是如此 事實上 將山原與平原分開認定老人年齡的做法 導致目前許多原住民的老人制度不一 有些山地 平地原住民全部定為65歲 有些全部定為55歲 有些則是山地原住民55歲 平地原住民65歲的這個混亂的狀況 那麼長照1.0時 政府以經費不足的理由 將山地原住民老人定為55歲 沒有將平地原住民一起納入 現在長照2.0已擴大納入55至64歲的平地原住民 為了落實政府照顧原住民老人福祉 維護其健康生活 並促進原住民與全體國民平均餘命差距的縮短 提出老人福利法第二條條文的文字修正 將老人定義 定為年滿65歲以上之人 以及年滿55歲以上的原住民 同時並增列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每五年檢討原住民及全體國民的平均餘命差距 再逐步將老人福利法中 對於原住民老人的年齡規定提高至65歲 以上謝謝 謝謝 依序請部會報告 好 我們現在依序請相關部會報告 報告完畢後即進行綜合詢答 我們首先先請衛福部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呈邀智過委員會報告 自感榮幸 謹就原住民組長期照顧服務提出報告 進行指教 一 現況 本部近年為發展的部件社區化 在地化及普及化之長照資源網絡 自一百年起與資源不足地區 建置偏向長照服務據點 提供社區或居家室長期長照服務 連結當地資源 並提供各項長照服務提升 偏遠地區長照的可進性與完整性 自一百年五年七月以補助 二十一處原住民鄉設立服務據點 截至一百年五年七月底為止 原住民組地區共服務四千零四人 目前與原住民地區提供長期照護服務之 居家照顧服務員共計一千七百七十一人 令至一百年起推動 辦理偏遠地區在地化長照人員教育訓練 截至一百年十月共培訓照管專員 及長照醫師專業人員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七人 二發展及培訓照顧服務人力 為充實及整合長照醫師專業人員 以完成長照醫師專業人員三階段培訓課程 為提升原鄉長照照護的能量 本部之一百年起 委託三官政辦理偏遠地區在地 長期照護人員教育訓練 另外促進長照人員服務之多元化發展 與個案探討或實習課程 納入原住民組織多元化課程訓練 以增見長照人員對於在地文化了解與融入 同時為了強化原鄉在地人力投入長照服務工作 目前照顧服務人之間訓練以礦寬開辦人數限制 增加培訓的彈性及授課班數 二、未來規劃 為規劃發展因地之以之原住民鄉部落地區服務模式 長照10年計畫2.0 原住民委員會以規劃與具原鄉特色之長照服務模式 並於原住民民主專家中納入文化敏感議題 二、強化原住民地區長照服務資源發展 一、加強原鄉地區脫故家庭 以回應原鄉地區長者之長照要求 二、同時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充實與均衡偏遠地區長照的資源 三、人力培育與留任 為鼓勵照顧服務人員投入原鄉地區 針對服務原住民主地區之居家服務照顧員補助交通會 並且研議額外原住民地區工作加急或津貼 強化投入之意願 同時協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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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主私人者在地中老之需求 本部在发展多元化社区式照顾服务资源之推动策略下 未来将与原住民委员会共同合作并广告各界意见 并且发展原乡长照服务资源 以维护原住民主的权利 让部落长者尊敬的在地中老 另外请对于10月4日召开原住民主长照分工会议 原住民主地区长照计划由原民会及本部共同办理 第二个部分报告 长照2.0整体规划四项长照据点ABC事办筹备进度 以失能身心障害者之服务规划 本部以105年规划长照10年计划2.0 并以11月正式施办社区整体式照顾模式 根据规划与推动身心障害服务 以回应高年化社会随之而来的长期照顾问题 长照2.0规划四项的目标 一是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期照物体系 二实现在地老化 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社区到机构式照顾的多远连续性服务 三、衔接前端初级预防功能、预防保健、活化老化、减缓失能 四、向后端提供多目标式的支持服务 衔接再载临终安宁的照顾 实施策略 第三是推动内容 一、扩大服务对象及项目 除了持续原本长照1.0支服务项目 长照2.0将扩大纳入50岁以上失智的患者 55到64岁失能平地原住民 49岁以下失能身心障害者 以及65岁以上仅IADL失能之衰弱老人 服务对象人数预估从51万1千余人 增加至73万8千人 长照2.0除继续长照1.0所提供之照服务外 并从8项增至17项 增加失智症 照顾服务 原住民主地区社区整合型服务 小规模多机能服务 家庭照顾者支持 支持服务据点 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社区预防性照顾 预防或减缓失能之服务 衔接出院准备服务及居家医疗等服务项目 2.创新多元服务满足多元需求 强化失智症初期预防等失智症照顾服务 整个发展符合社区序的这小规模 多元化的社区照顾服务模式 3.建立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提升照顾的连续性 规划以撇植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 A.扩充复合型的服务中心B级 并广布巷弄长照站C级 为原则 由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间单位 三方应地制宜 协力来布建在地尝照服务的输送网络 4.服务系统向前延伸 发展预防照顾服务 5.发展人力及资源 持续扩大培训及培育长期照顾服务 及专业人力 整合学训用的机制 并增加照顾服务员 直来发展机会及多元发展的广道 6.发展管理制度的实施策略 7.援助民主长照执行策略 8.充实偏向长照资源策略 4.经为需求长照10年规划2.0所需之 经为由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支应 106年度相关各部位合计编列 177.52亿元 其中本部编列162.26亿元 劳动部为2.78亿元 教育部0.01亿元 及退伍会12.47亿元 为更积极回应私人家庭的需求 并扩大长照服务的经费 必须有额外且稳定的财源 经评估现阶段以产税及赠予税 作为长照服务之指定用途 是较为可行之方作法 因此长照服务法第15条的修正草案 已经在10月7日送大院审议 未来本部将检视长照部件 整合服务模式示范 以及需求评估与支付标准公司的检讨 长照的财源 筹措长照的发展服务 三 长照ABC示范的进度 本案系以培植A扩充B广布C为原则 目前我们在10月22日23日 经审查通过示范者为9案 于11月起正式示范 本部将近期举办共事严发展实务作法 另外针对审查结果为修正计划 经审查后通过的14案 本部规划以11月中下旬 召开第二次的审查会议 未来规划 本部将组织辅导团队 深入各县制进行区域性的辅导 并且请各县制盘点行事空间 作为长照服务的部件场地 四 失能身心障碍者之服务规划 现况 截至105年6月为止 零有身心障碍手册的人数 已经达到115万占总人口的4.9% 身心障碍人口年龄分布以中当龄居大多数 配合长照10年2.0 纳入49岁以下 失能身心障碍者 相关评估流程服务输送 及后续的资源部件 能有下类问题带克服 一 身心障碍者 社区资源不足 而且训练课程比较少 第二 双老家庭的需求值提高 主要照顾者长期照顾 及被照顾者之未来老年安置的问题 第三 身心障碍者需求评估 与居家服务评估式分流处理 造成民众从不受评的情况 未来的测经作为 第一 加强特殊对象相关工作人员的照顾训练 第二 发展身心障碍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第三 设置服务据点 第四 强化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之老化服务 第五 事办双老家园服务模式计划 第六 有关身心障碍各项支持服务支付制度 第七 身心障碍需求评估流程的检讨跟整合 接着报告 陈寗 郑 宝青等16人 以据老人福利法第二条修正条文本部的意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65岁以上定义为老人 且国际间多以全体国民平均余命定义老人的年龄 并无以群组的划分统计视我为老人人口之潜力 再加上我国老人人口占率日益增高 老人人口聚增可能会老人福利的老人福利服务及津贴预算 可能会随之增加 如年满55岁以上原住民纳入老服务 这支老人筹措因保障换而扩大 是这个国家财政负担及社会资源的分配 原请审慎通盘考量 最后报告 医师法第七等 7月医师人员配合 刑法修正没收规定 第一 经查刑法有关没收之规定 包括中华民国刑法 中华民国刑法司刑法 据你从105年7月1日起 从重行修正为非重行 且规定 施行日前 制定之其他法律 关于没收追赠追缴 抵藏等之规定不再适用 为了配合上开的修正 行政院要求各部位检讨 既有之相关法律 本部员拟据 医师法等七案 医师人员法 有关没收规定之修正 草案 以上报告 好 现在我们接下来请劳动部 如果跟书面一样 请简短 主席请放心 你们的案比较少一点 好 那主席各位委员 以及初列席的各位单位代表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请就代表来顿部 进行原住民族长期照顾 整体规划专案报告 那简报的大纲也分成五点 那就前言的部分 来跟大家足以说明 就最重点的部分 因应长照的部分 本部将长照的点 本部将持续进行各项的 就业促进服务 跟照顾服务员的训练 及配合办理外籍看护工资 补充训练等措施 以充实长照人力 下一页 那本部是配合卫生福利部 所出估的人力需求 来办理照顾服务员 那目前呢 我们现行是以开设 那个专班的训练 每年培训六千人为原则 那配合长照2.0的部分呢 本部有两项新的措施 第一个就从 那个规划推动 用人单位的 自训自用的一个训练模式 那打破过去要20个人 才能开车专班的模式 来达到更多的训练模式的 一种招聘人力的方式 那另外也突破了过往 只在机构的部分 来作为用人单位 作为辅导对象 也同时呢 搭配长照2.0呢 增加了居服跟认识照 等用人单位 那接下来 另外我们针对原住民族 参加技术师技能检定的部分 那根据相关的补助要点 对原住民族参加技能检定 所需的学科测试费用 素科测试费 以及报名资格审查费用 证照费用 百分之百的补助 接下来 那另外就促进就业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是针对失业劳工 失业劳工每个月呢 可以勤领到 前六个月勤领到七千 第二个六个月勤领到六千 第三个六个月有成为到五千 我剩下一分钟吗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报告新的部分 第二点的部分 规划扩大劳工就业措施的 适用对象到日照跟居服 就刚刚我所提的这个部分 以及建造长照就业服务专区 那接下来下一页 也是新的部分 配合长到2.0的部分 我们本部将推动促进特定对象 及失业者照顾服务员的工作宣导计划 接下来下一页 那就长照中心的推照第二点的部分 所有要使用外籍劳工的康复工 必须经过各县市长照中心推荐的本国照服务员 没有办法缅合成功 才可以申请这个外籍家庭康复工 那另外第三点的部分下一页 第三点的第二项的部分 规划外籍康复工的替代照顾措施 也有类似像喘其福的概念 是第一个 那外国来源国的部分跟其他的政策相同 这我就不再补充报告 最后的部分跟各位委员说明的 那本部在106年的预算的部分 投入的经费是2.7亿 内容训练的部分是6200万 救服措施的部分是总共2500人 经费是2亿1600万 那其他的部分就配合 卫福部来办理这些人力的培训跟运用 以上简单报告 敬请指教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原民部报告 6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曾要前来报告 原住民族长照规划 整体规划 那有关 长照10年计划2.0 是由卫福部主则规划办理 那建构可以支持在地老化的目标 跟多元性整合式的一个照顾体系 那为了考量原住民族的特殊性 在今年的7月15日 由行政院林政务委员主持的 行政院长期照顾 推动小组第一次委员会议决议 请原民会就 请原民会就检视长照10年计划2.0 针对原住民族地区的相关规划内容 提出具体的计划跟建议 所以有关长照2.0原住民专章的内容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在人口结构的老化趋势 在今年的5月 原住民总人口数已经达到55万268人 都会区的人口有25万4832人 所以占原住民总人口数的46.31 那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 总计有95,671人 合计占原住民总人口数的17.39% 又卫福部在长照能量提升计划 那推估105年原住民失能人数大概是2.756人 占全国失能人数的3% 所以都会区原住民失能人数为1.7073人 那在整个长照的执行策略大概有10项 包括所谓的建构原住民族部落的整核型的造物产业 成立原住民族乡镇市长照管理分站 并设推动委员会 稳定在地长照人力 固定薪资的禁用 还有建立部落完善的照顾及支持环境 等等大队有10项以上 那就文化的敏感度部分 为了符合部落长照需求 纳入文化敏感度的重要 应以在地自以由效而上的方式 来提出部落的特殊长照计划 所以大概有8个面向的文化相关敏感度的一个议题 我们放在长照里面做一个参考 那在架构跟原乡ABC长照服务模式的部分 本会为了考量原住民族地区的区域特殊性 以及行政体系的专业性 加上原住民族地区内因为各种因素 关于包括地理环境的特殊 分布55个乡镇里面 大概55个乡里面有378个村里 总共有748个部落 然后服务员疗扣交通又不方便 医疗资源可及性又不足 部落集体文化支持系统市委 所以为了要改善原住民族地区的资源不足困境 以及提供可净性可及性一方性的照顾服务 因此本会规划以卫福部 有适合部落因地自以的一个长照模式 在A级的部分是每一乡镇市区一个日照 在B级的部分是一个村里有一个部落文化健康站 或者是家庭脱库站 在C级的部分由医院卫生所及家庭照顾服务员 部落文化健康站提供多元化的一个到宅服务等等 中上本会建制的B1部落文化健康站的服务内容 亦包含C级资源之服务项目 其他部族资助便以部落居家关怀来服务补充 在中央分工的部分 原民会有分工像B1文化健康站 还有部落互助制度跟时间银行等各种方式 还有三种就是 第三就是协助申请辅具以及福利的转介 卫生福利部主办的部分有以下六点 有长照分站A级日照B级B2的加托 还有原住民失能者部分免负担的补助 以及建制原住民部落长照网络 以及长照医视人力的培训 那共同主办的部分是 照顾服务员的训练是由原民会 卫福部劳动部教育部四个机关 医院业务的全责分工办理 并积极协助原乡的照顾服务员 取得证照的友善措施 在整体资源的建制实施的进程部分 在十年内 A级日照中心 十年内部件完成55站 B1的部落文化健康站 四年内完成部件380站 B2的家庭脱固站 十年内完成部件121站 长照分站的部分 四年内部件完成共计有55站 第三就是本会推动部落老人 日间照顾的一个经验 从95年8月8日 我们颁定了推展原住民部落老人 日间关怀站实施计划 结合了民间的组织 人力物力的资源办理部落老人 日间关怀站 提供原住民族老人 预防性关怀性 以及连续性的一个照顾服务 为了提升整体文化的健康面向 已经照顾服务的资源连结 在去年更命为部落文化健康站 已经设置了121站 照顾4259名老人 相较于96年43站 服务1148名 约增加了3.7倍 不过族人的喜欢 那适逢我们推动长照 十年计划2.0 特将文化健康站也纳入 原名专章 根据扩大办理 并定位部落整体 照顾的B1的模式 那整个规划服务的项目 请参阅大概有11项以上的各种工作项目 那本会在规划原乡长照 跨部会的协调事项的部分 差异原则 我们原住民族地区的 因为文化差异跟地域线的差异 相关政府部门规划原乡地区的长照政策 应有合理的区别化跟措施 那在自主原则的部分 原乡部落的在地赔利 各项政策不应纳入部落观点 不仅应该纳入部落观点 也要贴近族人的需求 更应逐步的强化在地的组织 族人的专业知识等等 在节以的部分 长照10年计划2.0原住民专章的推动 未来期待 卫福部 劳动部 教育部等共同合作 以上的报告 好 谢谢 那请教一下那个 教育部跟营建署出书面之外 你们有没有补充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请大家参考书面 好 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那因为长照的议题 大家很重要 大家也很关心 今天登记发言非常踊跃 所以我们每位委员寻答时间是10加2 好 那练习委员8分钟 请问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 太长吗 好 可以 好 好 那我们10点半减止发言登记 那因为我们今天后面还有很多的法案要处理 所以我们今天发言就是登记一轮 那委员如果有书面咨询 请于散会前提出 另外寻答全部结束后 今天我们处理临时提案 请问这个部分委员有没有意见 可以 好 那我们中午原则上呢 大概在12点20分休息到2点半 那我们现在请洪慈庸委员开始咨询 主席我们请部长 请部长 厚委员好 来 部长早 早 这两天你都很有精神咧 休息一阵子真的有差 好 来 部长今天要讨论长照的问题 那你们报告里面其实也写得很清楚 那这阵子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讨论 那当然在长照上面其实现在大家关注的部分 还是在钱跟人这两个重点上面 所以一开始我先跟部长讨论的是这个裁员的问题 你们这次已经提出你们院版的这个修正草案 所以你们长照法第15条的这个修正草案 就把以证税跟这个淹税的部分 明定纳入这个长照基金的裁员 那部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说现在目前政府所设置的这种特种基金当中 有哪一些基金是指定特定的税收 来作为这个基金的裁员 对不起 这我不太清楚 好 有人知道吗 没有啦 今天来的没有人知道 好 来 我们这边查到的 目前只有一个叫做金融重建基金 它指定了叫做金融营业税 来作为它的一个裁员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特种基金当中 目前我们只有查到这个 表示说这个要指定特定的税 来作为这个基金的裁员 是一件不妥的事情 那我不晓得说部长你在这阵子 有没有人跟您做过这样的一个意见 的一个表示啦 因为之前行政院本来在用这个税 淹捐来作这个长照的裁员的时候 其实民间有一个声音是说 这可能会有违宪之余 所以后来呢改成淹税 好 但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 之前大法官审查的时候 也有那时候的被提名人 去表示说这样的做法 可能会有问题 那我想请问部长 抽烟它到底跟长照之间 有什么样之间的关联性 抽烟跟私能是有关系的 我们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国内的研究就是 阳饼大学的研究 它的抽烟会增加私能的机会 那如果从国外 美国多中心的研究 那如果是男性私能的原因 第一名就是抽烟 女性私能的原因 第四名就是抽烟 所以抽烟跟私能是相关的 所以你们认定它是相关的 那你们针对说 民间在说这个你们用烟捐或 烟税来指定为你们这个长照的这个来源 特定的这个基金的来源 你们觉得这样和好吗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违宪的可能性 有没有违宪我其实不太了解 不过这个以架质量 可以减少抽烟的人口 第二个也可以作为这个长照的裁员 好那我就非常的一个困惑 因为你要稳定 但是你们现在又希望说 它可以抑制它抽烟的人口 这个裁员我希望它稳定 你们在报告的第八页有写到 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裁员的挹注 但是你又希望说 大家不要抽烟 那你们的这个国建署 每年都有编基金 在做这个就是戒烟的宣导 那所以我其实我非常的困惑说 那你到底是要大家抽烟 还是不要抽烟 我们到底要请我们的中委员 要抽烟来救长照 还是说请他来戒烟救他的健康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困惑 所以我今天还是特别提出来说 政府的税收 它应该就是统收统支 今天政府的政策怎么样 它就自己去自行去做运用 不必要说用特定的一个税 来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特定的一个来源 像我们的所得税法 货物税法 土地税法 它都没有指定说 这笔税金要花到哪里去 那我们也不会指定说 公务人员的薪水 是要从哪一个税金里面来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修法 我们认为是非常突兀 而且跌床架务 你长照法要修 你的税法也要修 那财政支出这个划分法是不是也要修 那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的跌床架务 所以这边我还是要反应让你们知道 虽然说你们觉得说只要有裁员就好 只要有人就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 你们昨天的这个新闻 你们这个要用这个替代液 来补充你们现在不足的人力 那现在民间的观感就会说 你没有钱你就找抽烟的人来开刀 那你没有人就找这些替代液来开刀 那民间的观感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样 现在没有钱就找这些 受控于这些东西 或是他没有办法有自主能力的人 来作为你们的这个应用 所以这个我必须反应给卫福部知道 那再来我要问一下 人力的问题 人力的问题就是明年是编了177.5亿 那上一个会期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提到 这个人力的缺口 那人力的缺口 你们有提到说大概是 明年就缺了4000到1万2 左右的一个人力 好 那这样的人力缺口 如果到了后年 你们真的编了400亿的时候 那这个缺口之大 我是觉得蛮恐怖的 那目前你们现在这个 赵福元他的一个薪资 上一个会期我们一直在讲说 要到3万以上嘛 那现在的计划里面 有没有把这个放进去 有 目前我们是用3万元的月薪 而且他是双轨制 可以月薪跟私薪做双轨 所以现在如果他愿意投入 月薪的部分都可以达到3万以上 对我们会用这个回推 他的支付标准 好 那因为我这边我想要跟 部长讲说 其实你们也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他 投入的意愿是很低的 那现在赵福元的年龄也都偏高 这问题你们都知道 那 其实我们在一般的产业界 不管是什么产业 现在都在缺人 现在不管是我们立法院 我们助理也在缺人 我们在民间 我们在一般的工业 大家所有的业主也都在诉苦说 现在找不到人 所以我觉得 未来你们长照如果 要推展 这个缺人的问题 绝对是你们 一直跟在你们身边的问题 而且 你们面临到的问题一定更大 因为如果3万块 你说叫年轻人大学毕业 他到底要选择去做这个 比较辛苦的这个照顾的产业 还是说他还是宁愿选择 回到餐饮服务业里面去 如果都是一样的薪资的情况底下 他要有多少热情 他才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这个问题 不会有减少的一天 因为你们这个人力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那 是不是能够鼓励年轻人 走到这个行业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 有一些难度 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力 这么缺乏的一个情况底下 好 那再来就是长照架构的部分 这个2.0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建立 一套完整的一个长照体系 好 那 目前 的涵盖率还是太低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好 那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用税收 而不用保险制的一个 主要一个原因 好 那地方政府 我相信也都一直有在 跟人们反映一些问题 那 现在会有说 像ABC据点 他有一些资格太过于严格 让他们在推展上面非常的不利于普及这件事情 部长你怎么看这件事 好 这个关于地方 我们都随时跟地方在联络 听他们的意见 那 关于ABC 尤其A级的这个太严苛 我们在第二波的这个事办的申请 就是明年大概一月 也会有第二波事办 我们就会把这个 换宽 同时 让地方有弹性 因地自己提出他的 创新的事办模式 好 因为 现在其实地方政府 他们也有提出说 有一些东西规定的太严格 像你们ABC 现在都要有这个 开放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我相信 很多地方政府也反映过 因为不是每一个地区 或者是乡镇 他都可以提供出这样的空间 那尤其像现在B级的 他是现有的照顾服务单位 他很多都没有啊 那他现在是不是一定要有这样 他才可以符合你们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部分我希望说 你们能够有比较有弹性的一个做法 那接下来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想是不是我们请那个日老师 好 我们来表示一下 我们对于 就是原民的长照的一些意见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个宏委员可以随时再提问 你在那边对你可以随时再提问先 这还是你的咨询时间 好 各位委员 那也谢谢宏委员让我这个机会来为我们原住民族来发声 身为一个赛下族人 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长照的这个时候 我也是用我自己未来年老的这个时候 我到底需要什么样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来进行这些研究 还有理解我们族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首先其实呢 刚才我们有看到 就是说包括原民会在报告的这个时候 有提到我们都会区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 因为大概有46%的族人都已经移居到我们的这个都会区 那这是一个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上个月当我们到这个一个都会区的一个安养中心 看到我们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时候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们并不知道他住在那里 然后呢 他是一个阿美族的这个老人家 然后他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原住民 当我们去看只看其他的人 那他很高兴的用族语来跟我们打招呼 他用阿美族语来跟我们打招呼 他说他好久没有说阿美语了 因为在那个安养中心里面 都会区里面的安养中心 他并没有考虑到我们族人的这个需求 而这个长者 他当初是因为他的小孩子到都会区工作 那因为他失能 所以他必须被小孩子接到这个都会区来 接受这个安养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事实上呢 我发现他在那边住六年 当我们的朋友用这个阿美语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开始掉眼泪 他说他在那边很孤独 然后接着我们 正好我们的这位 其实是一位教会的长老 然后他用这个整个族语去跟他打招 跟他祷告的时候 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好 那这场我看了我自己很难过 以后我要这样的安养吗 在都会区里面 因为我长期在都会区里面工作 那如果有一天我需要的安养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一个缺乏文化安全的概念 所以可能我们未来在建制都会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C级或是B级的这样子的一个 长期照顾机构的时候 也要考量到我们 第一个都会区的我们原住民族人的 这样子一个需求 让我们的族人能够在有安全 觉得他能够放心安心的这样子一个环境下 他能够安养 如果不行的话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族人 会经历到类似这个我们阿美族长者的 这样一个经验 他很孤独的在安养院里面就过失了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希望 能够在都会区里面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族有聚集的这些地方 至少那样有西级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长照站 有许许多多的族人 在这个有这个聚集的这个社区的这个部分 至少这样一个长照站要被建制起来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 未来需要走的一个方向 那再来对于都会区原住民族的这个需求 也要调查 好那我先用这样子一个简短的时间 来帮我们都会区的我们的族人 来做一些说明 谢谢大家 以上 好谢谢 好谢谢 洪委员跟日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请林静怡委员 好谢谢主席 我们麻烦劳动部 请劳动部 委员好 市长早 市长 市长我们今天有说到我们有一个 做这个鼓务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作业要点嘛 在长照的议题里面其实很多次 劳动部遇到劳动部的同仁都说有做这个鼓励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要点那尤其这个计划又在103年把长照机构纳进去那我听你们常常在讲说有很多的这个补助包括本来是12个月的补助所以在失业劳工这边前半年合发5000元每个月的补助第7到12个月每个月合发6000块的补助到13到18个月每个月合发7000块的补助嘛 是765不是567 哦 765啊好 567 所以是765 567 567没错嘛 好 那请问一下哦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长照服务 那你的标准下的是机构照顾服务工作到底是照顾还是照顾 那个基本上是照顾服务 照顾嘛 因为这是你的公版啊 那你下的是机构照顾服务啦 我想说机会我们的长照家怎么看都是照顾服务 那你呢是照顾服务 那再来 你看看你们自己在那下的这种的你们特别补助的对象就是失业期间30天以上 非自愿离职的经过你们的公立的就业服务机构的评估 那之前说要去做照顾服务 那后面说是要经过照顾服务员 那到底是照顾还是照顾 照顾服务没有错 照顾服务 那你的计划做这么久啊 103年做到大家的名字都会写不错 我回去检讨 真的有在处理照顾服务的 一看就觉得不对啊 那你的计划的东西我们的基本用词都写得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这边你们所说 你们有这个协助照顾服务的这些劳动力发展署说 你们会协助把他们转介去服务的这些 有没有哪些单位是你们认定可以去处理的 认定单位 哪一些是你们适用的机构照顾服务业 没关系你可以回答没有关系 来来来你先帮忙 就是否劳工跟委员报告 否劳工的部分就是机构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是还缺那个日照跟居服 我们现在在演绎 你们这边有我们这个是2013年5月份你们有回答给陈杰如委员办公室了 你们给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收容养护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精神病患及失智症患者之长期照顾养护安养机构或财团法人社会福利机构 有没有是这个吗 机构照顾的部分 机构照顾嘛 安养机构包裹在里面吗 安养机构包裹在里面吗 都有 有都可以 你知道吗 有没有 有 安养机构提供的服务对象是健康的老人 再来你们在我们刚刚上一张来看一下大家都说缺工嘛 来订一张 都缺工 然后我们在照顾服务里面 老人长期照顾的这个安养机构的照顾服务员最缺 你们这个案子计划案呢 你们照顾的这些单位 有没有老人长照机构 老人长照机构 有没有 你的单位没有呢 缺老人长照机构 你们在你们的计划里面写的是没有啦 后来你们补助下去的单位有啦 所以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你们这一个你们引以为傲的计划案 说在补充人力的时候是包到台去你们都不知道耶 照顾服务照顾服务也搞不清楚 就实际的那个行政措施跟对外的宣传我们会把它一次化 所以我们回去就好 市长其实这个很清楚你们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部分 根本就连你们现在要辅导这一些所谓的失业劳工去做这个 照顾服务的工作 到底对象是什么 那些对象那些机构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谁是里面的住民 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我想机构的这个对象明细 还有包括照顾对象的明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盘点整理 就把它一字化 谢谢文明指教 那你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里面会补那个每个月补充钱嘛 合法五千六千七千 是没有错 那这些钱是刚刚我听次长报告说是给雇主是不是 没有失业劳工就业奖励措施是给劳工 是给劳工 所以这五千六千七千是外加还是内涵在他的薪资 基本上我们是外加 外加 所以次长这逻辑很奇怪 我在这个工作我们都说照顾服务员不好找人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 结果来了一群是拿你们这个就是劳动部的计划案来的 他的薪水可以加 我在这里做两年做个工库做工是要来找 结果别人辅导来的 没有 这主要是鼓励失业者投入这个资产 是啊 我知道啊 所以你们鼓励失业者投入嘛 啊我在里面做很久的我就活该倒霉 在里面没跑就对了 如果说假设他是在职的话 他基本上也有其他的一个补助 一开始的对象是不一样 管道也不同啊 就是他可能会取第二或第三对象 但是有的是机构有的是雇主 所以次长这样说好了 会不会变成说我在同一个机构里面 我是在这里工作了两年的照顾服务员 我领到的薪水比被你们劳动部辅导进来的这些 再加上这个薪资补助的我领的比你们少 会不会 短期内的话以在职者跟失业者部分的话 确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差别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嘛对吧 就必须就是 这是一种很强烈的剥夺感嘛 大家都知道在这一行我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辛苦 欸 薪水也还可以 还混得下去 我就继续撑 不这是短期的 这是短期作为 是嘛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计划案其实就是短期嘛 短期出现一群人 短期而且是特定对象 特定对象嘛 那短期特定对象 对于这个长照服务的这个人力补充 有没有帮助 因为长照人力的补充的训练跟促进 其实是双轨并行啦 人力的部分的缺乏 其实跟真的是长期来说 很难单一靠一个行政作为 就可以把它薪资搭载 对 我真的很同意次长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是短期的 你真的要靠长期作为来处理 不过至少在我们好多次在谈长照政策的时候 过一步每次讲 都是说我们有做这个计划案 目前为止是如此 说到哪些做得很好 但是有增加一些新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到底做多好 来 这个是你们这个叫做整体的啦 整体鼓励失业劳工从事特定行业的津贴的部分 平均就业数 如果这是全部喔 不是只有长照的 到104年是平均11个月 你们本来是做一年嘛 补助一年嘛 103年5月之后 你说哎呀实施的实在太好了 所以我要做到18个月嘛 你103年的时候也平均才8个月呢 那你现在从12个月延长到8个月 补助期间你总共多补了6个月 可是其实能够实际做的也才平均多3个月而已呢 这个计划案这样有很成功吗 因为时间点是103年5月做嘛 所以说他那时候到那年底就8个月的时间 对啊 你104年你也平均 我包到18个月104年也在平均12个月而已 嗯 好这是整体啦 对整体补助就会还是会有拉长的效应啦 对我这样说啦 市长这个是所有的工作哦 还不是长照哦 来 当然你们的决算预算一直都在 法定预算一直在增加 决算预算还超过你们的这个原定的预算嘛 这个好 好像你们做得很认真 再来 我们在这里面申请人数是下降的哦 再来 受雇的这个月数 好我们刚刚这边看过了往下 我们来直接把这个 进到 机构照顾服务员这边 嗯 如果 柜部真的觉得说这个工作 这个计划案对于长照这边帮助很大 我们直接看数字 嗯 决算是有增加啦 从每年85 假如我没算错的话 从85万变成1000万啦 嗯 但是平均 就业数是从两个月变成5.39个月啦 对 基本上哦 以照目前为止 不论是就业意愿也好 或者是留职率也好 对 基本上跟委员做说明 其实它跟整个薪资结构 确实有很大的相关 是 再加上它职业发展的不确定 对 然后还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偏低 有所相关 这很难单一透过单一的行政措施 来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都相信 但是我们有尽力来处争 对我们都相信没有办法透过单一的一个政策 就可以让长照这边的人力补起来 可是市长 你自己看啦 103年平均就业两个月啦 嗯 你们103年5月的时候我们把你们把长照服务这边放进去了 平均就业两个月 好而且103年还从12个月的补助延长到18个月的补助 我们给18个月的补助到104年的时候 平均就业业数是5个月 所以刚刚我做到最好耶 这个计划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基本上这个机构 这个计划是 那个 还是有推的必要 因为我们扩大其他 还有扩大其他的对象嘛 还有包括那个新的一个 包括居服的单位 我们想要把它放大 我们尽可能尝试 然后将来如何有新的不同的用人单位的效果比较好 我们会着重应该效果比较好的部分 市长这样说啦 当然你们可以持续的去推这些案子啦 但是至少以这样子做了两年 已经出现我们所说的嘛 第一个 你们对于在这个行业里面长期从业的人 其实是一种很明显的排挤啦 对他们来讲 我自己乖乖乖乖一台 我不如说我比事业老公来拿你的补助啦 那个补助一个月六千七千 这个还是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次长也讲 薪资结构跟他的劳动特性是 这一行里面人力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那你们在这里面你们有改善这个事情吗 不可能嘛 因为大环境没有办法处理掉嘛 基本上还是多少少有空间啦 因为他们现在的时薪 其实 依照我们基本工资的调整 还是会刺激时薪的一个提高啦 有吗 相信将来的时薪会有提高的一个方向 基本工资调整嘛 不是你们那个每个月给五千六千嘛 基本上现在给时薪的部分 我就知道管理费是三十嘛 然后一般实质所得是一七零 但是 但是将来我是认为啦 如果就劳政 劳政单位来说 会建议用人单位或政策上来做提高 这样啦 次长 这个案子我会这样说啦 东人难打工以预算 还有它的那个影响 它的人数 104年才350个啦 是 这个不论是预算数或者是人数 其实在长照的这个整个人力的需求里面 真的帮助到 不论预算也不高 人数也不多啦 就这一类单一项目当然是比例偏低 是啊 这个项目真的 你要说它执行有多好 我真的很疑惑啦 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案子 因为你们部门在谈长照的时候都说 我们劳动部做很好啊 有这个案子啊 如果这是你们劳动部做的最好 在长照里面做的最好的案子 那我就要说你们这个案子不要做啦 我们没有特别强调 单一的行政作为做得很好啦 我们还是尽量普及 把各种方式把它中效 来达到这个效果 市长我这样啦 这个案子做了两年了 平均到后来做的结果 就是平均五个月啦 嗯 重新检讨 如果真的 重新检讨 面对这个案子 其实失败的话 你把这些执行不力的结果 这些经费 你挪移去照顾 现在就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 我觉得还比较有效啦 把现在 不要让现在在产业里面的人流失 比你去找那个失业的 回来做三个月有效啦 可不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嗯 这个回去我们会好好检讨 是不是挪来作为 在职者的留职率为优先 是 好不好我觉得 你让在职的人不要流失 让现在这个 这一个 池子 水比较多一点 人家愿意留在里面 比你去外面把人家捞进来 然后捞两个月就走 效果会比较直接啦 好不好 理解委员的那个建议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林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吴坤玉我委员 咨询 请 各位先敬大家早 那我先請李次長好了 先讓林部長休息一下 李次長還有那個原民會的 行政院會 他請 這樣子喔 好 那不然就社加署署長 還有那個原民會的副主委 那個是不是 Gaddu是不是 謝謝 我還不知道你原住民的名字 首先我請問一下教育部 因為長照裡面 我看明年你排了100萬的經費 教育部這樣經費夠嗎 你要辦那麼多的學校 要鼓勵學校 那我看教育部的經費 只有一百萬這樣 好 一百萬現在物價這麼高 好 一百萬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跟主席報告 其實我剛才也是看到 怎麼會只有一百萬 其實在長照的人才培育這一塊 我們目前是補助我們國立台北護理大學 來成立我們長照相關的一個服務平台 針對學生的實習啦 還有我們業界需要找 學生這個人才的一個媒合 我們是補助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以105年來講 我們是已經補助到450萬 那針對各校系的人才培育 當然就回到學校的科系去做人才培育 這一塊是沒有做經費補助的 是以上做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長照缺完人才嘛 那怎麼教育部在人才訓練上這麼不積極 應該積極爭取一下經費吧 不然人才的培育要從哪裡來呢 是 謝謝委員的一個指導 我想針對長照人才的培育 就教育部來講 當然我們一定是配合行政院的一個政策來做 那現在就是說 其實我們各大學其實是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我們可能在長照人才的一個 執育的一個能力發展上 可能也要請我們衛福部這邊 被趕快拚出來 麻煩你們提出來看怎麼來加強培育人才好不好 不然這樣 我們現在正好長照缺完人才 然後教育部好像拿了100萬 不曉得要幹什麼我覺得就很擔心 好不好 謝謝你 副主委跟署長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聽ABC級的定義的時候 是不是請署長再講一下 A是什麼 B是什麼 C是什麼好不好 好 跟委員報告 A級的部分我們應該講說 我們是行政院的長照2.0的政策 是針對說 沒有關係 簡單就好 簡單二要 A的部分是希望能夠做一些整合跟串聯 因為目前各個體系 就是在服務的輸送上面 沒有關係不用解釋 就是定義一下 只要定義的 簡單定義好不好 A的單位的是哪一些嗎 ABC怎麼分別 怎麼定義好不好 ABC的定義是什麼 A的定義就是它的任務跟功能 就是要去做整合跟串接 好 那B B的部分就是我原來已經在做長照的業務 我希望能夠擴充我的功能 所以它是複合型的日間的服務中心 好 那範圍多大 一個以國中30分鐘的這個路程 這樣的一個範圍 所以可能幾個里 幾個里 那個是C才是村里 那C是三個村里 C是這樣 B呢 B大概 B是用國中的學區30分鐘的這樣的路程 好 那現在請副主委 麻煩你再定義一下 原住民委員會對ABC的定義好不好 好 我們的A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希望A是以鄉鎮為主 然後一個日照中心 是 那這是一個 因為我們的鄉有在它的大小 而且都在偏遠地區 沒關係 你只要定義就好 那B的部分 因為B的部分我們分雙軌 一個就是我們已經做了10年的 文化部落健康站 這個部落文化健康站 其實蠻受部落人歡迎 而且它做的不具有彈性 你是以里為單位 還有健康站對不對 那個B也是以部落或村為單位 但是我看報告是寫的 你剛剛也報告說 一村一里 一里一村落 對 村或里 那B2就是加托補那個B1不足之處 C就是提供屬於居家服務的部分 你說醫院或衛生所嗎 對 但是我們的部落文化健康站 也可以協助幫忙 我知道 衛生所大概多大會有一個 多大的行運區會有一個衛生所 一個箱 好 那這樣署長 這兩個原住民的定義跟 衛福部這邊的定義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因為原鄉的部分 它會有一些地理區化的一個特殊性 所以原民的那個 我們在長照2.0裡面 是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專章 那他們由原民會這邊來主責 因為由原民會最了解原民的地區 跟他們的部落文化 所以他們去針對他們的特殊性 來做了一個整體的規劃 不是 這個當然需要 這個考慮文化特殊性都很好 但是你這個照護站的這個做法 不一致嘛 因為它C等於是衛生所 等於快要是我們的A了嘛 對不對 那這裡是不是這之間要怎麼來 會有重疊功能 會有重複的現象可不可能發生 沒有 因為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ABC目前都是在事辦的階段 我知道 那原鄉部落原民會這邊有比較不一樣的考慮 不是 不一樣 當然像他B就已經到你的C的做法了嘛 你C還可以幾個村裡 他已經一個村裡了 還比你的B還小了 那我們都可以接受 我們不是反對 只是說C反而擴大 可能擴大 因為原鄉部落有的時候 村裡之間那個距離是相當遙遠 我知道 那這樣子C可不可以 因為我聽起來原住民的C 就可以用A來取代啦 會不會有重複的現象 不會不會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 在原住民的地區 它是有一個不一樣的規劃 那請我副主委 C因為分工上我們看到說原住民還有中央分工是A跟B都有分工 但是C到底要怎麼來做 我看你的報告裡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原則上在整個分工裡面應該 原民會所做的應該是B1這個區塊 至於A跟B還有C的部分應該回歸到原來的衛福部的整個的長照系統裡面 但是你報告裡面沒有寫你說B1是由中央部會來分工來限購物件 但是你在報告裡面沒有寫說C是由誰來做 是對在我們的報告好像沒有看到 那其實在我們在行政在分工的時候我們都有提到 在原民會的部分因為在長期十幾年來做B1的部分 是算成功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持續做下去 A跟C這個部分還是回歸到原來的長照機制 分工上要說清楚不然到C就沒有人做了 有 在我們的整體的專案 你報告裡面沒有寫到 是是 寫C是有寫來做你報告裡面沒有寫到 是沒有錯 對 要改善 報告在專章裡面就有寫到 在長照基金裡面 發展基金裡面有寫到 部件原住民及偏鄉照管中心計畫編列明年預算 一億八千多萬嘛 是不是 在這裡寫的 編列一億八千 對 按你們的 一億八千五百五十萬 對 要做部件原住民族偏鄉照管中心 是 好 真的能夠花完這些錢嗎 目前已經有二十二個 那明年的計畫我們希望在 還有三十三十三處還沒有的 要來協助來做一個部件 是 那人才方面夠嗎 在原鄉的部分我們大概優先會以衛生所為主啦 因為衛生所是現在有的資源 那另外當然原鄉裡面也有其他的一個中心 譬如說有其他的這個家福中心等等 那我們會尊重在地認為哪一個能量比較好 來做這個資源整合的一個單位 好 如果以衛生所或現有的中心為主 為什麼花這麼多錢 因為你剩下只有人事會 如果已經現有的中心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編一億八千多萬 如果只建三十個中心 照管中心它主要的經費是那個人事費 對對對 主要是人事費的編列 好 那 增加人力 對 那增加多少人力為什麼編一億八千多萬 原則上我們現在配的那個罩磚是一比七十 就是說一位罩磚 它的負荷量是評估70位需要這個長照的人 好 那這樣子需要多少人力 那我們就是去盤點那個需求量算出來的 你們都還不知道有多少人監會就變這麼多了 有有有 需要的那個需求有變出 不是 我現在問你說你多少人嘛 為什麼變這麼多一算跟你打不出來 目前在原鄉的需求大概兩萬多 兩萬多 拜託 編列算的時候精確的算一下吧 連這個都還不夠清楚 編這麼多錢我真的擔心你人才的招募 人才因為 你的需求量是有的 要你說當地的語言的人才呢 那你確定原住民的人才這方面夠嗎 還是都騙 一樣是都會區的護理人員去擔任 那這樣不是失去了我們特別建構原住民的照管中心的目的嗎 我們的這個需求 有很明確的定算出來 就是說以的人口 55歲以上的人 然後去乘以百分之二他的這個佬人比例 常照照照照照什麼樣的人啊 65歲當的人嗎 不是不是 是失能的需求 我還沒講完 就是需求然後再加上失能率 你自己都考不清楚 再採取失能率 打選的時候 這個自己都沒有弄得很清楚 要非常小心 不然你現在編這麼多的預算 到時候花不完 自己都沒有弄得很清楚 編這麼多的預算 那我是滿擔心的好不好 好 謝謝你 真的做事情要落實確實一點 好 那接下來因為市長不在 那我們就請署長好了 那個社家署的署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落實長照2.0 那當然我們開始事辦 那下一次 好 那我們會看到什麼困難 在短期內事辦的時候 您有沒有預期過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在推動長照2.0的時候 當然剛剛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照顧人力 我們可能要積極再來做一些發展跟培育 另外就是資源的部件 資源的部件的部分也需要說 我們要趕快去積極來找點來擴點來找出 可以提供服務的單位跟這個需求是可以match的 我想沒有問題 我們大概4年內預計要布建多少點 4年內的點有多少個數字 大概要400個點 ABC總共大概多少點 ABC總共要加480 大概2千多 大概2千多 4百8百2千多 大概將近3千多 明年要多少點 明年是大概4分之1 4分之1 我看到說我們4半現在只找得到23點嘛 通過的 是 那這樣可能要積極一點 不然要建構這麼多點 實際上社會來 是我們會努力 那我想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要放鬆建管法規跟消防法嘛對不對 要協調內政部 對我知道 但是要基本的 也不能說放得太寬 要有基本的需求 一定要維持長輩的安全 好不好 那我們也說要建構輔導團隊嘛 那我們輔導團隊裡面要有哪些成員去輔導 當然包括我們的老人照顧長照的 這個專家 然後還有就是相關的一些民間團體 或健康護理醫療等等背景的 好 那相關的 不知道物質質質的人都要進去嘛 是 這邊要做好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這個啦 我都很擔心 到時候 因為我們 我們長照機構主要在一樓嘛 對不對 對 對 那這個是當然在美國是 Catrino的那個醫院是高樓 但是這個是因為導致地下電源嘛 我們的電源都在哪裡 那台灣發生水災的機會很大 像原鄉我就會很擔心 那我們的緊急應變的措施有沒有規劃進來 我們在所有的長照機構目前都有要求 他們一定要有緊急應變措施 那也要做相關的公安消防的一個演練 所謂緊急措施是什麼 緊急措施 天然 譬如說他碰到天然災害 他可能要有 第一個是不是要有一個疏散的一個作為 疏散什麼人 這些住民 我想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在 2005年Catrino的時候 這個醫院 他的電源放在地下室 因為洪水導致 被用電源都消失 就沒有了 那三樓的受照護的人 比較回胖的人 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最後都全部把他安樂死 這個部分 這些醫生現在還在輸送中 這個作者Sary Fink 他是當時的一個住院醫師 改做記者去報老 這個得到普萊茲獎這本書 所以這個是嚴重的事情 我們不希望台灣發生類似的 尤其我們的水災地震很多 所以這方面一定要規劃好 不然到時候 我們的政府會被求 國賠會求不完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吳坤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寅委員 好 主席我們請日老師 好 麻煩日老師 謝謝 習慣叫你日老師 但是教授好 好 那我想 謝謝你今天來到立法院 跟我們分享很寶貴的經驗 好 我想 本席再播個 三到四分鐘的時間 請日老師再補充一下 剛才除了都會區 這個缺乏文化安全的部分 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您的寶貴經驗 謝謝委員 麥克風 好 謝謝委員 好 那其實剛才提到 這個文化安全的概念 其實在許多的這個 歐美的這個國家 在規劃它的這個 原住民族的這個 政策的這個時候 都是以文化安全的概念 在設計它的這個政策 還有它的這個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包括了去年我們去參訪 這個加拿大的 健康事務部裡面 他們都特別提到 針對原住民族的政策規劃 不管是健康 或是醫療照顧等等 都必須要去注重到 這個所謂文化安全的概念 在這邊不贅述定義 那它可以在學術上面的 許多的網站去找到 那怎麼樣能夠讓我們的族人 能夠在地老化 我套個例子來講 我們原住民族 特別是我們賽夏族 我們賽夏族的問號叫做 它是什麼意思 它很難翻譯成我們的中文 但是硬是要翻譯成中文的話 它是說 我在問我族人 你今天你覺得 自己漂亮嗎 我的族人會回答說 改來改動嗎 它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我覺得我很美麗 今天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長者 覺得自己很美麗 能夠在地老化 我覺得這是我們未來 在原鄉長照政策 必須要去看到的這個地方 而不是讓我們的長者 在接受照顧的同時 我們去毀壞他的人格 去破壞他的自尊 讓他從此他找不到自己 變成自己是一個完全的失能者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在我們原住民族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的長長常說 我能夠吃得下 我能夠工作 我就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就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我們賽下族 我們稱自己是骰蝦 骰蝦就是所謂的人的意思 那所以今天呢 其實在我們看到 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發現這個文化敏感度 一直沒有這個文化安全 還有文化敏感度的議題 其實都不是除了這個 我們原民會這邊在大聲疾呼之外 並沒有受到大家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重視 所以在這個服務輸送上面來講 我們可以分幾個點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 原住民族的這個ABC 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才是真正符合族人所需求的 特別我們是不是應該以西為基礎 特別是我們希望一部落一家托 我們有748個部落 如果一部落能夠一家托的話 那我們可以增加多少的 照顧的這個能量 那這個應該就是要放在西裡面 那這樣子的一個 以部落為單位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照顧 才是真正在地老化 我想我們賽下族人 才會覺得我們自己很美麗 再來在人員的這個 考訓管用上面來講 我們也一直沒有看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文化安全的訓練 對於 特別是對於我們的這個造專 去年我們台東有位造專來問我說 老師 我最近做我們這個部落長者 這個失智 好多長者都失智了 我說你怎麼去判斷 他說我問了這些長者 我們就去年 我們的總統是誰 我們的上一任總統是誰 結果長者回答不出來 他的名字 他的分數很低 結果我們說那你回去問一下 他的部落的頭目 還有他家族的歷史 結果他可以回縮五代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適切的這樣子的一個失智 失智的這樣子的一個問法 所以文化敏感度在人員的 考訓管用上面 其實未來特別是針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造專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在設立長照分戰的這個時候 能夠考量到這樣子的一個人員的 這樣子一個文化的敏感度的訓練 還有文化安全的這個訓練 然後最後就是說 在圓民會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其實 因為圓民會曾經委託 我跟王振永老師 就王振永教授 我們進行長照十年的 原住民族的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其實我們發現 在原住民族地區 包括這個評估 需求評估現在都是一個問題 時間要拖很久 有時候真的是長者等不來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圓民族 圓民會這邊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長照的管理分戰的設置 其實未來會建議優先要擺在試辦計畫裡面 在加拖 圓住民族的這個加拖 加拖能力要建立 當然120個現在看起來還太少 我們有748個部落 那怎麼樣在試辦裡面 我們能夠先找一些 現在已經有執行的 包括南投的愚人之友 屏東的山地門這些已經有加拖的地方 我們來試辦這個長照2.0的這樣一個加拖 可能有一些可以擴充它的這個功能 這邊也不再贅述 還有文化健康站是否可以轉型成西級 西級的這個長照的這樣子的巷弄站等等 應該要用優先試辦的方法 所以最後對於原住民族的這個 失能人口的這個普查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有的 55萬人並不算多 55萬人並不算多 那相較於這2300萬人 如果一直在用使用這個推估人數的話 其實在預算的編列上面 其實我們會看到 剛才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感 好 以上大概就是我很簡短的這樣幾個報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老師寶貴的經驗 因為我知道的是 原民會一開始報上去的經費是需要6億 那本來是想說讓55個鄉鎮 每個鄉鎮明年都可以設置一個日照中心 所以預算提升到8億 可是後來又從8億改成6億 原因是說明年度要達成一箱一日照是有困難的 那我們這個一箱一日照到55個建制完畢竟然要等10年 這個是對原住民來說這是太漫長的等待了 我們其實整個原鄉 其實我們的長照已經是落後 現在一般組織我們在推2.0了嘛 可是我們是幾點0 可能0.5都不到啊 所以這個部分 為什麼還要讓我們等10年 我覺得本席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那預算的部分跟這個 還要等10年的部分麻煩你們回答一下 原鄉的預算在長照2.0裡面是6億 那其實除了6億之外還有很多的服務費 是在那個另外的部分 服務費就是它實際使用多少 然後就是核實多少 那6億的部分是在資源的一個部件 那包括說這個照管中心 或是其他的 不管居家室或社區室或機構室的一個部件的資源 所以現在6億 那到底我們這個一箱一日 就是說一箱一日照的部分還要等10年 這個會不會拖太久了 按照目前的部件 一箱一日照 目前已經 因為到20年 10年對 我也沒有講的沒有錯 因為總共一個箱一個日照中心 那目前的規劃是 到10年之後才每個箱才會有 對 我是說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花到10年的時間嗎 你不能縮短期程嗎 當然我們的需求也是 如果有經費的話 是希望能夠10年內完成 我們平均餘命又這麼短 可能很多老人又走了 我們在協調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用4年內完成 包括所謂的文化健康站 縮短期程 因為我不希望說 我們遠相長照 我覺得這個10年要達到一箱一日照 確實太久了 我們想辦法說 最少在5年4年 這個部分就要先完成 好 謝謝部長 所以你剛剛是說 大概4到5年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部分完成 這個請特別列入紀錄 好 謝謝部長 那另外我要特別指出 我們目前文化健康站的部分 其實在審核的這個機制上 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從之前 我想從這個地方政府出審之後 再送到原民會覆整 那原民會覆整呢 當然基本上 你們尊重地方的意見啦 但是尊重不代表說 你什麼都不管啦 人家送什麼你就收什麼 因為在我們檢視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照單全收的結果 就是變成讓特定政黨 這個有機會變相 來使用這個長照經費 來進行這個 除了長照服務之外呢 還兼組織經營的工作 這是 蒙拉鹹小口啦 所以這個部分 你 衛福部跟原民會覺得合適嗎 這樣合適嗎 這樣經費上的使用 你不知道本期之前開的記者會嗎 我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秉持著 就是服務的 服務老人 那至於他的那個組織 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申請的時候經過審核 他是合法的民間團體 但是他背後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們 可能因為有 由憲政務去審查 地址嘛 你地址要審核很容易啊 對 對一下座剛好在黨部很奇怪啊 但是他那個設置在那邊 但是活動是在活動中心 那不管你到時候核銷回到哪裡 當然是他的機關的設施 當然是你申請的設施的地方嘛 重點是那個核銷啊 是 所以昨天部長一樣的狀況 那個國健署 健保 那個我們中醫巡迴醫療 一樣的道理嘛 你用政府的錢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你跑去黨部 那也是很奇怪 部長已經說不合適這個類似的狀況嘛 所以麻煩你們也 這個仔細檢討一下 不要說 不要說他執行的不在那裡 結果身體的地址 卻是一樣 這個觀感不好啦 容易落 就是說 落入一種 這很奇怪啊 對不對 是 謝謝委員 有關這個部分我們也都在清查 對 我們都在清查檢討 我特別要指出就是說 我們目前121個站 來看一下121個站的這個設置地點 照理來說 其實現在55個鄉鎮是不平均的啦 那 未來要設置360個站嘛 380 好 那現在看一下喔 苗栗灘有6個站 南投信義鄉仁愛鄉還有嘉義阿里山也6個站 但是呢 像這個原住民人口還蠻多的地方 大武鄉還有台東市收風鄉 好這幾個 還有海端這邊都 竟然一個文化健康站都沒有 是 所以這個整個設置的分佈喔 不是很平均 了解 而且在整個都會區裡面喔 也沒有 了解 那剛剛我 柳老師已經特別指出 都會區 百分 你們自己都講嘛 46%的人口 都已經移居都會區 那 我們因為 因為這個 勞動 勞動人口的分佈 還有就業機會的關係 我們必須把原鄉的老人 接到都會區來照顧 那缺乏文化安全的概念 所以這個部分喔 如果加入這個文化角度的考量 那你們是不是原民會可以像在設置這個家庭服務中心一樣 好 來比照辦理 讓這個都會區的這個原住民人數達到一定的人口比例以上 我們來設置這個原住民族的 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 因為我隨便講一下 像 譬如說桃園瑞興國宅 桑瓦斯 坎晶部落 那新北的河岸部落 三英啊 南進西州啊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三峽隆恩浦 中正國宅等等 還有台中華東新村等等 這些 其實你380個 我們 可能55個這個原鄉的人口 有享受到 但是我們還有將近一半 在都會區的人口怎麼辦 是 兩點說明 第一點是有關原鄉不均的部分 我們會加力的宣傳 讓還沒有設立的部分 能夠盡早做一個平衡 那都會區的部分 剛剛講的 因為現在桃園市大概也有六萬多人 都在都會區包括新北市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比較有聚集區的地方 一樣用文化健康站來設置 因為目前桃園好像也有六 桃園就有五個文化健康站 這個我要問你們了 你要追加還是從380個裡面去分配 因為這樣聽起來是不夠的啊 我們叫滾動式修正 目前是以預定380個 所以到時候那個預算就會在 你們這個六億以外嗎 要滾來滾去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發明這個名詞 六億以外 我是說都會區要再設置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頭一年 因為文化健康站的設置很容易啊 是 那就不用等十年啊 我馬上就可以設了啊 因為我們這380個是 是韓都會區的部分 我們都有考量過 所以你們現在是380個是韓都會區 對對對 那我們會做滾動式的改變 我們這四年內就完成 好希望你們滾來滾去 不要忘記都會區 報告委員 那個剛才提到的一廂一廂的部分 最大的問題是土地跟場域 所以是不是請文多跟我們支持協助 好如果你們有遇到困難的部分 需要修法或者協調 我本席非常願意來協助 那之前的那個總質詢 這個也希望你們趕快來回覆 就是有關於這個交通津貼跟語言津貼提高的部分 不知道你們中間有沒有聯繫 有沒有 有沒有 有齁 有嗎 聯明會 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 報告委員剛剛跟處長在討論 是不好意思 你們剛剛才討論 是 提高今天 沒關係我們會後在我私人時間到了 好我再跟你們請教 謝謝 好謝謝陳寅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 我請那個中副主委 好麻煩請中副主委 不好意思林部長一起啦 好林部長 我還做一個衛福部跟 顏明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好謝謝 好 好 那我資料秀出來嗎 等一下吳委員質詢我們休息十分鐘好 好 我講完了謝謝 好 那 我這邊要跟 出來了齁 好 那個 這個 我今天特別整理了 過去我在民間 應用了工彩回饋金 也應用了社會福利的一些企業的資源 我們在岩箱建立了一些岩箱的服務模式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下一頁 剛剛其實吳玉琴委員一直在問 你們到底了解這個鄉鎮的創造是怎麼樣 我們每一個鄉鎮我在宜蘭 宜蘭的大同 台東的海端 還有台東的蘭嶼 我們都會去統計包括他的老人人口數 以及55歲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數 以及他的失能率 我們用12.7這樣的失能率去估算 還有他的身心障礙人口 你就會知道這個鄉鎮大概需要照顧的人口 粗略是多少 所以剛剛蔡司長在問的 或是要回答的是說 那我要配置多少照管專員在裡頭 因為這個人數才能去告訴我 我需要配置多少人力 所以剛剛吳玉琴委員在問的問題 就是在這些資料人口的一個掌握 所以我提醒一下 這是一個在原鄉地區應該都會估算 而且會去盤點的一個部分 好下一頁 那這個是宜蘭大同 在我們還沒介入之前 大概只有園民會兩個日照中心 就是日間關懷站 還有廣泛的全鄉的居家服務 就伊甸來承接 但是當我們介入之後 我們大概成立了大概10個共產點 根據這個社區關懷據點 讓老人可以走出來 走出來吃飯是一個誘因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活動 我們在吃飯前一定要做個運動 做活動 讓長者是可以有社區餐飲 因為他一個人孤單在家 所以透過共餐可以讓他們走出來 我們至少設了十幾個點 那也因為你看 因為等一下下一張都會看到 其實大同鄉 胡言非常的廣闊 可能這個要請部長知道 原住民鄉是非常廣闊的 所以你一個居家服務單位 要服務整個全區是有困難的 所以後來我們分成前山跟後山 前山由一粒麥子負責居服 好謝謝 那後山就由伊甸來負責 所以變成它又要分區 所以一個原住民鄉不會只有一個所謂的A 可能會變成有兩個A 為什麼因為它胡言太廣闊了 從後山要到資源前山是做不到的 所以這是一個區域的概念 好下一個 這就是我們後來比較建議 可能要到三個區了 因為他們其實太平村就是太平山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人口 可是它整個部落可能就要分成三個區 要下一頁 那這是台東的海端 海端當我們介入之前 它在就是社區光環據點居多 那我們介入之後 當然日照也有成立了 這都是社家署這邊來胡島成立的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是 像這樣的一個立道 最近的新聞就是 只要颱風這個路斷了 這個立道和物路變成孤島 沒有資源可以進去 我們也派不進 沒有辦法派人進去 所以像原鄉地區就有類似一些孤島型的 當它資源 常常因為這一條只有一條通道 那這通道斷了之後就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裡特別結合了 台北富邦銀行基金會 贊助我們一個照顧服務員 在這邊做據點 然後也做共餐也做服務 這個就是在原鄉地區要去思考 很多的一個區域性的差異性 還有它的路況還有服務員廣闊 像海端這麼大 你說現在的日照是在廣原 那廣原可以服務這麼大嗎 這個一兩個小時 所以其實就要像剛剛日老師提到的 可能在這一地區就要去設加托 用支持性的一些服務 在社區裡面去設置 絕對不是在這邊再去設一個日照 因為它人也很少 所以也不一定要做到去設日照的概念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整個鄉 要有一些全面性的思考 這就是我們在說 社區整體照顧的概念 就是整體來做思考 這個是海端鄉 下一個 海端鄉也是現在日照做得很好的一個單位 那這是台東南語 那台東南語的部分呢 很多資源都集中在居家官網協會 所以它有各項的包括全鄉的居家服務 送站服務 居家護理設計官網據點 那我們的介入之後 我們在野遊 設了這個所謂的健康文化站 這後來我們福島 就是接了這個原住民的補助 還有朗島也是 它有六個部落 所以其實雲人跟紅頭 可能這邊也要再設部落 然後野營這邊 也應該要再設一個據點 為什麼 因為每個長者要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很遠 走不到的 走不到的 所以這個我們在想 原住民地區需要的是一村落 因為他們每個族群的一個分佈情況 像藍椅是非常聚落型的 所以他們就集中 可是有些部落它可能分散型的 所以你還要透過交通來接送 所以這次在A點裡面 它有A級的這個服務設施 它就有交通接送 為什麼要交通接送 不是要去送去醫院 而是在部落中 它要能夠進來 它使用服務 就需要這樣的交通接送 所以這個交通車非常的重要 這也要肯定 現在衛福部在規劃的A級的一個概念 那這裡整個要談原住民之後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它的文化性 每一個族群是有不同的文化性 這個部分我也跟中央主委討論過 原住民有每一個族群不同的文化 還有禁忌 這個部分其實希望原民會更細緻的 去把它整理出來 因為這個不會是漢人了解的 因為太複雜了 16個族群每個族群 紀會就不一樣 禁忌就不一樣 比如說藍宇仁 他們對於生病這件事 他可能會覺得是一個不好的事 也是有點惡靈的概念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在照顧他 甚至他就自己選擇孤獨死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他的文化 但是當我們要去介入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去了解這個文化 那怎麼去突破這個文化的一個禁忌 這個當然從人道上面 我們還是要繼續照顧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提醒 文化上的提醒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這些地區都會缺乏一個 我提醒住宿型的服務 因為當我們在居家社區的服務 支持下去之後 其實還有一些需求是夜間住宿的部分 那這個夜間住宿是要透過去蓋機構嗎 還是說我們要再做一個更彈性的做法 比如說家托可不可以夜托 晚上住 這個部分都要一併在思考 不然你就是要蓋機構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地區其實是需要 衛福部跟圓民會趕快再思考 因為我要必須說的是 很多的地區可能會慢慢的消失 它消失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這邊沒有私能老人 為什麼 因為這邊沒有服務 所以呢 當他私能的時候就是往外送 他的子女就把他接出去了 所以這些老人會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 然後到一個都會 到一個他陌生的 連語言都不懂的一個地方 那他在那邊孤獨死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不想建的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積極的在 這次的長照2.0 能夠把長照在原鄉地區 可以真正的建置 對不起我今天是 特別透過我過去的經驗想要跟兩位 因為主管這個業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能夠了解 那第二個是 我說原民會的ABC 跟衛福部的ABC真的不一樣 請原民會回去檢討 你的C其實是衛福部的B 你的B其實是衛福部的C 是據點跟加托的概念 好 我這個部分提醒 你們回去再整理一下好不好 這個可能是我想提醒的一個部分 因為長期以來 對原住民是非常的關注 所以我過去所做的一些工作 也希望能夠讓大家更有敏感度 因為其實原住民相信有很多的他的特殊性 那醫療的部分 對不起這個也是我們衛福部可以主管的 IDS在那邊沒錯 可是怎麼跟社區整合 那未來的再載醫療 怎麼再跟社區做一些整合 這個部分可能也是我們未來長照 跟醫療的部分的結合的部分 也請部長一起來關心 好 謝謝 不曉得我們不曉得要不要講話 我們原民會這邊 要不要回應一下 好 謝謝委員的指導 針對我們ABC的部分 我們再重新思考 因為前陣子有跟委員請教 那我們也受益良多 另外有特別提到的那個 所謂的文化敏感度的部分 的確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性太大了 那當然各種差異性 不應該因為長照福而消失它 而消失變成統一的一個文化 所以它的差異性 各族甚至部落都有些差異性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會就我們的專商部分 有關文化敏感度的部分 我們還會再做一個強化處理 好 謝謝 那部長也對原住民稍微了解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全部都在衛虎部來主管 那原住民一起來 原民會一起來合作 所以我希望這個溝通是無外的 因為我常常覺得兩個部會之間 好像在討論過程中 還是有些些的這個 沒有問題 沒問題 是大和解嗎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要來請教 那就是中部主委 OK 可以回去了 我現在問部長 有關我們出院準備計畫的部分 剛剛我有看到 李署長有來 因為出院準備計畫 其實是推了好多年了 可是這個計畫呢 落實度一直出問題 那我們現在的長照2.0 或是未來的再宅醫療 其實都跟我們出院準備計畫 非常的關注 那今年我知道 我們的健保署也支付了 醫院這個1500點的這個 出院準備計畫 我不知道我們健保署 打算怎麼樣監測 落實 我覺得不要再讓醫院空話了 或是說 都是虛應故事 不要真的要好好銜接是 長照 怎麼樣跟長照這邊 尤其中風的病人 或是需要長期照顧的這些 預期可以要 需要長照 長照病人可以直接 跟我們的照管中心連結 然後跟再宅醫療連結 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的指導 因為我想就是從今年4月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2萬多個人 接受這種出院服務的 2萬多人 對2萬1千多個人 不過在4月的時候是1千多個人 到8月的時候已經到了7千多個人 一個月了 不過剛剛委員提到事情 事情我覺得是很重要 就是說 怎麼樣去監測 怎麼樣去檢測 這樣的一個效果 當然在這裡面 整個一個情況來講 就是跟我們當時在推這個計畫 因為之前的時候 我們這個都是 等於善利的規劃嘛 不過現在開始是有給錢的 錢就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這個不管是居家的那個照護 或是居家的整個照護 就是像於善如醫師 他們有醫師出勤的 這個東西 都是我們將來會去務實地面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會要求他設置專人嗎 有這個管司嗎 在出院準備計畫上 有沒有要求他要有專人 對不過我想這個 就是我們投入這個金額進去的時候 那我們對醫院來講的話 像我以前在台南醫院的時候 我們市場就有護理科 他們是全力配合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跟醫院的政策有關 那就是要去把醫院的政策落實 這是我期待的 我也會繼續追 因為我覺得這個關鍵到 我們後來後面的這個長照 跟在在醫療的推動 好嗎 謝謝 另外一個應該是要 社家屬來回答的 部長可能那麼細應該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這個長照ABC 那日照 其實會來會是跟居湖日照一個 整合性的服務 那我們其實在過去 在推動小規模多技能的時候 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它也是日照跟居湖要混合使用 怎麼計算 日照你到底單價 跟居湖的計算單價本來就不一樣 那兩個要混合使用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期望我們社家屬這邊 能不能先訂定日照的 夜拖 夜拖的這個費用是多少 再來日拖一天多少錢 你這樣才能去搭配居湖的那個單價 不然我們過去就混著在一起討論的時候 根本搞不清楚 那個規劃者很難規劃 因為未來有可能居湖是另外A單位 然後日照是B單位 你看你怎麼分 這個問題如果你們不整合 接下來明年的1月份上路 一樣那個A規劃不出來 因為那個算法非常的複雜 因為在小規模的金融已經讓我們非常的複雜 還有合銷 你們真的是把我們搞瘋了 所以拜託 這部分一定要解套 不然你A上路也一樣 他還是解決不了這種 你們計算方式的一個差異 所以日照要做一個盤點 這個我們再來檢討 日照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是單一價 單一價的話會對於輕度的負擔會很重 那到底是要分級來收費還是要單一價 這個真的好好討論 因為單一價好像是服務提供者的成本計算 可是對使用者是負擔很重 所以這個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所以可不可能盡早的把日照的成本計算出來 然後把這個價錢能夠有個參考 接下來的服務才能順遂 不然我看未來還是很多問題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吳委員 好 那特別是距離的部分 確實是在原住民地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那個 不好意思請教在場委員 因為我剛剛有宣告 那劉委員想要先講 我們是不是他講完 我們再休息10分鐘 他有之前他要講完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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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求大家同意 好 沒意見的話我們請劉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2016齁全球國家生育排名 我們台灣排名第25 全球軍力排名台灣名列19 台灣棒球排名世界第4 那里奧 里約奧運的台灣女子 舉重53公斤的量級的 雲林鄉親許淑敬得到世界第一 而且還是連莊齁 那台灣還有什麼世界排名第一 你知道嗎 老化 老化 太厚老化 部長果然 醫療第二 部長果然一名齁 那部長也是雲林人 部長要不要當第一名的部長 在創造一個第一名 我在努力 努力齁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了 我之前在總質詢有特別提到 這個老化的速度 部長應該還記得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高齡化的社會 要進到高齡社會 其實短短的差不多幾年時間 25年 25年 美國花了73年 瑞典花了85年 華國花了115年 台灣只花了25年 那你身為部長 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還有我們已經醞釀一段時間的長照 到底你有沒有可以有一個很具體簡單 可以跟委員會做一個說明說 你怎麼樣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作為 對人口老化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健康跟亞健康的 那一個是失能跟失智的 那健康也健康就是要 健康老化健康活化 那這個後段的呢 就是要提供長照的資源 就這樣 那你對長照有什麼願景 長照 我們的長照目前是希望提供我們的多元連續性的這個服務 而且往前真的要延伸到它的預防 因為長照呢盡量就是不要提供長照 就是預防長照 不要讓它失能失智 那後端呢 預防最重要 預防也是擺在第一嘛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整個total的長照2.6實施的時候 把預防的經費佔多少比例 在這個地方確實比較低 因為我們的前段還有這個健康署 健康署在做把關在前段的健康 那這個地方我們大概 我的了解應該是擺了10億元 在2.0裡面 擺了10億佔比例多高 不高 不高 因為我們前段還有社交 健康署在做 國健署 那部長你覺得應該是多少比例 才是照你所講的把預防放在第一嘛 一個預算的執行面來討論嘛對不對 應該是多少 它才是列作為第一的一個應該有的比例嘛 你自己也嫌少了嘛 對 那這個就是要增加這個 有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增加前段的 國健署的這個經費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 這個2.0裡面 把這個預防增加 不過我們目前是希望2.0先用在這個 施能或者施制的部分 我知道 我是想說不知道 你覺得長照的一個預防的 這樣的一個作為的經費的比例 應該是多少 那國健署有沒有含在這個 目前沒有 也含在長照裡面 沒有嘛對不對 那是另外一塊嘛 所以長照本身應該有 預防的經費比例應該是多少 才是照你所講的擺在第一嘛 這個理想跟實際有一點差距啦 沒有 我覺得你今天講國技了 我怎麼說我 我告訴你說台語了 沒有 你說那個就重要嘛 啊重要 他的比例應該是多少嘛 你要200 他一定要減10%15%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3%而已 好啊 我們的理想就是要15%嘛 啊大家來露露嘛 我們來發聲嘛 應該是這樣嘛 你跟大部分我 差不多幾%這是算標準啊 幾%我看 給他們比較專門 蛤 對一個比較專門 我跟他們兩個人 人家補充就對了 那三四個就應該他們會會啊 請問委員 你專門喔 你應都好喔 請問你說的是 要放他長照2.0 還是要放他整個衛福部的資源 要放多少 基本上你可以分做兩大塊嘛 你要講總頭頭 我也沒有意見嘛 我們先談長照2.0 你覺得應該預防 預防應該是放多少比例嗎 如果從這醫院人口老化 對這個失能的預防 他的重點單位還是在國民健康署 那以他的一個火藥老化跟健康促進 為最第一個原則 對嘛 所以經費應該是在那邊 那因為長照 所以以前國健署又做得不好嘛 沒有啦 那長照 就是做不好 所以才會造成台灣的失能 失智的狀況日益嚴重嘛 因為預防的執行力不佳嘛 我可以這麼講啊 那長照2.0這邊是特別 你怎麼不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就回答我國健署這個問題啊 所以國健署是不是要討論一下 國健署的預防的整個經費 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是新的署長嘛對不對 我是副署長 新的副署長 好 請說 你是新的要救的 新的 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這個預防火藥老化這邊呢 在明年我們確實是還會再跟長照2.0 做一個借接 那我們會在所有的衛生所這個部分 它的一個重新的這個定位上面 會放上一些在老人家 我們會給他做一個評估 他是不是要進入這個 我們說的衰弱前期 跟衰弱 那在這個方面 我們會加強 剛才部長你講得很清楚嘛 我們最好 我們的台灣國人 到了一定的歲數之後 並不需要去用到長照是最好嘛對不對 是 所以預防非常重要嘛 那國際人士過去在執行預防 失智失能的這樣的一個執行的效率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以往的話 我們在老人家 我們還是會重視他的一個 譬如說營養的一個注意啦 還有增加活動力啦 增加社會的參與 像這個再再次去希望能夠 預防他的一個老化 副署長你可以簡單跟我講說 跟以前的差異 你現在當副署長 跟以前的國際人士有差異 針對預防失智失能這一塊 裡面有什麼不一樣的作為嗎 比較新的作為嗎 以往的話呢 我們是有在做活躍老化 以及在做高齡友善的一個機構 那現在目前我們會更結構化的 把這個所有的老人家的一個評估 先做一個評估他的一個 衛能上面 然後我們再做整體 在各個衛生所 也就是說每一個鄉鎮 這邊我們會加強他的一個活動 參與的活動 社會的參與 還有一些智力的一個進化 我們會做這樣子 106年國際署針對預防失能的預算 有沒有比往前年度更增加 還是一模一樣 有有增加 增加幾趟 這個委員我們是不是可以 會後再給您 你不夠專業請回 謝謝 好來再換一個專業的來 講長照2.0的預防這一塊 講長照2.0的預防這一塊 剛才部長講編10億嘛 對不對 佔總透透是多少 長照2.0執行的 低年度的預算是多少 一百 如果用我們 六十二分之十就是六分之一 因為我們 什麼叫做六十二分之一 叫做六分之一 長照2.0的這個經費分兩塊 第一塊是原來的這個 失能照顧是一百億 那第二塊是有所謂的創新 2.0新的就是 基金的部分是六十二億 那六十二億裡面的十億 是做這個預防失能 所以你要講那個部分是六分之一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你的六分之一 跟他的國建署的 他的原有的預算有重疊嗎 原則上沒有重疊 但是會互相銜接跟整合 因為在所謂的預防裡面 我們有看到他的那個風險就是 他是衰落前跟衰落期 是我們預防的重點 那衰落前期的會是在國建署 那衰落期的會到我們這邊來強化那個 好 就你把它切在長照的另外這一塊裡面 是所佔六分之一嘛 你覺得這六分之一夠嗎 你覺得這六分之一夠嗎 夠不夠 夠不夠啊 第一個我們 第一個階段是新馬 不要講夠不夠 我們自己資源的部件 這樣的一個比例 這樣的比例對不對 目前資源的部件 目前資源的部件 是算合理的 算合理的 對 所以佔六分之一算是合理的 第一階段是資源部件 我不知道多 我不知道多少合理 但是在北歐齁 尤其瑞典 大家知道他從這個 這個 這個臨終前 他的 臥床時間 是要縮短到兩週嘛 對 那我們現在七七年到八年 對 可是他們 他們預算是希望到兩週 還是沒有成功 他們還是相當長 所以這個當然 監會越多的話 這段可能會縮短的越短 對 所以我才會請教部長 就是說你們 你們初期的規劃 是希望在一往這一塊 應該佔你整個長照的 執行的這樣的 預算的比例是多少嗎 你們覺得是 是OK的嗎 當然是不夠 因為越高越好 我當然也知道 越多越好 但是 目前要先照顧我們的 這個失能的 已經失能失智的民眾 部長給我們一個評估 好不好 給我們一個評估報告 真的預防的這一塊 好 包含剛才 市長所答護的 包含剛才 副市長所答護的 我們 我們大家來討論好不好 這個評估報告給我們一下 謝謝 現在 現在是11月1號 長照一點的社區的 這個示範機會 已經上路嘛 但是已經有開始 有人在批判了嘛 好像 全國九個地區 在開始示範 那 好像 我們自己的行政單位 感到是滿意 不過 是民眾的領情 的領受不太高了 那 有四個 有四個 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宣傳不夠 有些長輩在問說 可以拿多少錢 這部分 問不不如何家長宣導 用什麼樣的一個媒介 那第二個 有人嫌交通不便 如何解決 第三個 人力不足 如何解決 人力不足 我昨天已經有救教於 貴部了 我覺得那個答護是很奇怪的 那第四個 不願照顧私人者 如何解決 我應該 應該是不是簡單先回答我ABC 這三個部分就好 第一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第一個 宣傳不夠 有些長輩問說 到底能夠拿多少錢 這是什麼狀況 因為 基本上 跟委員報告 長照2.0 所謂的ABC 它是一個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模式的一個建構 它是要形成一個網絡 能夠讓所有的服務體系可以串接跟整合 那民眾對於這個誤解 是我們會再繼續加強宣導 這是一種服務的模式的一個提供 那會讓長輩 可以依照他自己的經過評估以後 依照他的需求 還有他的意願去使用相關的服務 然後去做好相關的串接 那這個我們會努力再來加強民眾的一個教育跟宣導 那我們後續呢 會再運用 不管是媒體或是代言人形象的一些說明 包括DM或者是手冊 小冊子這樣 我們會加強 交通不便呢 交通不便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交通車的一個補助 可以去讓這些的點之間 是可以做一個串聯跟巡迴的一個銜接 那當然那個會搭配原來的交通接送的部分來做處理 能力不足咧 人力不足當然就是一定要 第一個當然是說如果能夠有年輕 你後面兩個人已經在苦笑了 年輕學子能夠盡量吸引年輕的人來投入我們的職場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高齡的要在二度就業 我們也希望能夠再加強培訓這些相關的人員 能夠投入這個職場 另外就是當然這個是待遇薪資這個勞動條件的 一定要再去做調整 我想這個試辦計畫已經剛才剛開始了 那當然有一些管理我們接收知道 就是要去做修正嘛 那當然也不太過為苛刻啦 但是總是啦總是試辦計畫晚了之後 也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執行的狀態給委員會能夠了解 這個報告請提給委員會 我最後還是要強調一點啦 我一直對長照這一塊 我只強調兩件事情啦 一個就是忌補人力啦 忌補人力啦 忌補人力啦 對啊就是你就是能力要足嘛 忌補人力 馬上保人力啦 你不知道聽好嗎 奇怪是你台語有問題還是我故意有問題 忌補人力齁 然後縮短成箱啦 縮短成箱 那其實還有一個就是剛才特別提到的 那個提高預防 這個我想應該大家都會有共識的東西 但是如果說在整個提高預防 我不曉得你們的經費邊類是佔了多少個比例 那你跟我講說你的預防做得多實際 那個我就沒辦法接受嘛對不對 那你的基本能力 剛才你們所講的 不管從中高年的這些婦女 不管從比較年輕的學子 我們很簡單講 我們現在很多老人照護學系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等相關科系 你在這些大專業院校畢業的時候 投入到這個職場的比例多少 你們知道嗎 大概一到兩成 一到兩成 為什麼少到這麼可憐 因為當然這個待遇跟形象的這個專業形象 這一塊也都需要在家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長照一點要推動 這個人力的這一塊應該去 應該去讓它提高 包含我昨天特別提到了 11萬的扣掉兩三萬有在職場的 其他這8萬多 他怎麼因為你的提高補助等等等 他願意馬上再重新加入的 這個你們要估算啊 這個你們要評估啊 你們希望有提高多少的比例 然後增加多少這樣一個鼓勵等等等 那你應該很具體的可以跟委員會講說 我明年度可能在這一塊可以補多少進來 可能在那一塊可以補多少進來 這期開的才有獨立啊 啊不然開那個 開那個也沒努力的 哪有可能 而且 我是不好意思再問下去 昨天還是跟我講說什麼 那個什麼補充 替代役來做補充人力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四個裡面要補充 補充人力 補充人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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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齁 重點不在這四個月 重點在退伍之後 因為齁 從美國的研究 在成長過程 照顧老人 以後也 比較容易照顧老人的職業 所以希望他退伍以後 就加入我們這個長照的行業 其實重點還是在這個地方 補充人 這我剛才說了齁 老人照顧學系 老人服務等相關的這些學系 你那些學校 搭幾年 搭一後 他去跟社會 要整一張就對了 一張這兩張 蘇法司長說的嘛 好 我是替代役 我去做四個月 我四個月還要收分 原本我的兩個月替代役 一個月這兩個月 這替代役的相關的 專業的 這個庫庭 你 要叫我去照顧老人 你要給我分年多久 你希望想給我分年 一、兩、兩、一後 我天后一後 我準備到這個設定 這是齁 這個研究 他呢 這個過程來 他才會投入這個 其實很多的專領都要一起來 好 我就看你們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好不好 你們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我來講 我還是強調 能力的補足 紀補能力 絕對是長照 最重要的一環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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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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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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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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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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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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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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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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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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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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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